欢迎订阅台湾 就是琪琪有问大家 喜欢或者是讨厌的名言 没错 因为我觉得名言有很多 那有一些不符合你自己的 应该也蛮好笑的 跟你的人生观不一样 所以是喜欢跟不喜欢这样子 对 然后我都有挑出来一些些这样子 然后我也会分享 我最近喜欢的名言是什么 好哟 感谢大家的投稿 那我们先从第一位开始分享吗 好 就先讲喜欢的 好了 新加坡的勇哥 是新加坡的粉丝 对 他说他最近很喜欢这一句 These two shall pass 意思是在说 不管什么时候 无论是风光的时候 开心的时候 还是伤心难过的时候 辛苦艰难的时候 一切都会随着时间过去 什么事都会随着时间过去 一切淡化的 很乐观 的确 很乐观的想法 我觉得很棒 很棒 因为有时候你急于当下 那个时候你真的是什么事情都会做不好 真的耶 对啊 而且有时候可能当下真的很难过 然后就会有一些过不去的点 有没有 对 真的会 大家一定会 啊 怎么办 我好伤心 我好难过 然后就一直沉浸在那边 除非你真的很喜欢沉浸在那边啊 应该没有人会喜欢沉浸在那个纠结的状况下吧 不一定哦 不一定哦 有些人还蛮自虐的 哦 喜欢把自己打结 嗯 我觉得这样 哦 又活着的感觉 喂 不是吧 哦 喂 原来是喜欢就是有烦恼 还能知道自己的生命 还在跳动 好吧 每个人想法真的不太一样 对 是这样 没错 但是这句话还蛮棒的 没错 因为我有时候就会跟我朋友聊天 然后就是 因为我们也算是公众人物嘛 然后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评语啊 什么什么的 嗯 然后可能做错某些事情 然后我就会很在意说 怎么办 我讲错那一句话 什么的 然后我朋友就说 没关系啦 台湾人很容易遗忘 他应该忘记 然后想说 不是吧 不是吧 怎么叫人家很容易遗忘 所以就会随时间过去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 哦 怎么可以这样讲 之后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 因为当下纠结也没有用 然后会把自己局限在那边 然后就 接下来事情可能会做不好 对啊 有时候你自己很在意的事情 其实别人 也没有那么在意啦 好不好 大家往这边想就好了 对对 没错 很喜欢这一句 一切都会随时间过去 谢谢 谢谢勇哥 谢谢你 接下来是 贝丽亚雅 她分享了三句 她喜欢的 哦 第一个就是 要嘛 忙着活着 要嘛忙着死 诶 这个是 OK哦 她说 是来自 刺激1995 第二个呢 是疯狂就像地心引力 需要的只是 退一把 然后这是来自 黑暗骑士 然后第三个呢 诶 蛮酷的第三个是 她说 我要念榜了 括号 来自我们 AKB48 听TP的成员 蔡雅恩 嘿嘿 我要念榜 这个还蛮酷的耶 我要念榜了 酷哦 通常都是在结尾的时候 就是一个不舍的感觉吗 嘿嘿嘿 哦 你们在念榜的时候 通常会是 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我们有开固定的直播 然后通常在直播的尾声呢 就是说 诶我要念榜咯 谢谢今天来看我直播的粉丝 或朋友们 这样大概是这样概念 原来如此 我以为什么排名 什么之类的 也是吧 是吧 是粉丝排名 对是排名 原来 但是这是结尾的话 她喜欢耶 所以她喜欢看大家结束 诶 她会从头看到尾的意思 应该是 应该是 哦酷 那第一句 要嘛忙着活 要嘛忙着死 她说是刺激1995电影吧 对不对 应该是 Steven King的 没错 他就是在讲那个 一个被冤枉入狱的银行家 然后在监狱里面 抱着希望 想要 逃狱的故事 很酷哦 所以也是很正向的 是是是 因为她是被冤枉嘛 哎不对 就是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都要有那个活着的意念 对 没错 然后电影应该是说 人都是会有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想要忙的事情 要怎么活 都是自己选择的 嗯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应该是这个意思 没错 嗯没错 要嘛忙着活 要嘛忙着死 看你怎么选咯 对 我想要忙着活 我想要忙着吃 好了 都可以 对 好赞 跳脱框架了 太棒 第二个是 黑暗骑士 就是 小丑嘛 西斯莱杰的故事 这样子 嗯 对啊 这一部真的是很厉害耶 就是一部有关于 呃 善良跟疯狂辩证 价值观选择的电影吧 嗯 我觉得很多电影 去认真思考 他想要传达的东西 还是可以学到很多的 没错 就像一部卡通一样 你就觉得 哦天哪 飞鸽与小福 阿卜就每天在树下 嗯 然后乘良这样 那其实他 激发了很多 小朋友的创造力 嗯 我觉得是那种 无限的可能 对 所以我觉得每一部电影 都有值得探讨 或者是 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 可能改变你的人生 这一部电影 应该是在讲一些 善恶的 那个人性的魅力吧 酷 对啊 就是人 嗯 呃 我们不一定要活在 大家大众眼前 就是很完美的那种样子啊 我们都会有自己的底线嘛 对啊 如果被踩到底线的时候 一定会 那个人性大爆发 有没有 辣工 辣工 那你有时候会是 柔和的 善良的 有时候真的是 就是你说的辣工 这样子 黑话 对 没错 这就是人啊 就是人有魅力的地方 这样子 没错 酷哦 感谢贝莉拉雅的分享 嗯 那接下来是 琴 诶是你吗 不是哦 嗯 不是我 不是我 是另外一位琴哦 他说 他要分享的是 心里藏着小猩猩 生活才会亮晶晶 好酷哦 好可爱 超可爱的 心里要有一个小小的 一颗小猩猩在发光 你的眼睛才会觉得很亮晶晶 看什么都亮晶晶 是的 接下来是桑沃 1211 他说 最难过的日子总会有 镜头的一天 但对于现在的我 可能还要很久很久 才能看到镜头那 刮好尴尬 诶 他很想要 这么快看到镜头 妈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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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思考一下 这一句的意思 诶 我也思考一下 对对对 最难过的日子 总有一天会到镜头 就是哦 他 我觉得跟第一位 有点像 就是那个 Liz Too Shall Pass 有点像 对有点像 但是对于现在的我 可能要很久 才能看到镜头 加油耶 桑沃 1211 嗯 真的 你可以找到人生的方向 没错 可以参考一下 今天大家的名言 没错没错 接下来是 俊俊的分享 他说他喜欢 保持乐观 相信自己 坚定的继续走下去 彩虹 好哦 很酷耶 谢谢俊俊 这个这句我喜欢 他是一个 很乐观的人 我也觉得 他一直都会来 就是分享说 我今天 有去抢票了 我抢票成功了 我要去看 你们的演唱会了 有 他都会私讯台日哈耶 真的好可爱哦 谢谢 超可爱的 真的谢谢 嗯 很多粉丝都会跟我说 我抢票了 我怎么怎么样 我会觉得 天哪你们好可爱 很感动 真的 然后也来 彩虹哈分享 这样哦 谢谢 那我来分享 我自己听到的好了 好 最近还蛮喜欢 就是 进化成更好的自己 从认识自己开始 哦 真的 这句我懂 我懂 我懂 真的哦 认识自己 但是也面对 真实的自己 你才有那个 心胸可以去改变自己 没错 你就会知道 自己哪里不好 或者是 自己当下的情绪 是什么 以后要怎么避免 这件事情 或者是怎么改善 对 而且从水瓶座时代开始 这个世界其实 我们 肉眼可见 有很巨大的改变 对 最近 新闻也蛮多改变 新闻上 娱乐圈嘛 我就觉得 有点害怕 真的 下报 大报 不管是 政治还是娱乐 都好多新闻啊 对 那因为这个时代 开始有很多人 更注重 网内探索自己 希望会有所改变 或者是 看见全新的自己 去面对 这一切的新闻 有没有 也许就可以 从不同的角度 去思考它 去换会思考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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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要 一昧的去看 网络留言 然后就被带了 想法这样 我觉得要自己 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对没错 什么样的人 就会看到 什么样的世界 就像秦说的 心里藏着 小星星 生活才会 亮晶晶 亮晶晶 好棒 好棒 对啊 希望大家都可以 进化成 自己喜欢的自己 没错 没错 那我也来分享一下 我的 好 我可以分享两个 我突然想到 好 呃 我有一个是 我前几天看了 一部电影 是La La Lab 就越来越爱你 这个很有名 然后他有一句话 就是说 机会是有保存期限的 嗯 然后我觉得 诶这句话 好值得思考哦 嗯 就是 为什么用保存期限 去形容机会呢 但实际上一件事情 因为每个机会 人家给你的时间 可能 我现在要你 马上去实景一个audition 然后可能 当下没有把握住 或者是 你没有备好那个实力 那他就是 可能等两三天 他就过了 你就不会再有机会了 他是跑得很快 所以你在那之前 你一定要先准备好自己 你才能因应 接下来的所有挑战 所以我突然觉得 哇 这句话 听起来好像 就是废废的 但很值得思考 呵呵 废废的 对啊 听起来就废废的 机会就是有保存期限 听起来很像是一个 很有自信的人 然后讲了一个 很无聊的话而已 只这样而已 就突然觉得很有意义 你就是身为演艺人员 就是更有感 对不对 因为很多机会说 诶 你要不要来参加这个世界 你要不要来参加 这个什么 呃 如果你错过了 你可能会失去一个 让自己曝光的机会 没错 所以就是永远要在那个 工作状态 有一点点是这样 有点辛苦 也还好啦 就是你平常做的这些事情 你可能觉得还好 但是你哪天不知道怎么 诶好你就可以用到了 你就可以去了 嗯 你就不用一直很紧绷 这样 你就是做好准备 然后去等待机会来发现你 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嗯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 嗯 大家不喜欢的 嗯 好 好 现在分享不喜欢的咯 第一个是阿凯 他说他不喜欢的话是 我才刚来 他的意思是 明明很早就来了 但在结束前 硬要说这一句 制造冲突反差感的同时 却又含蓄地表达自己 还想看更多表演或直播的那种 内心渴望之情感 哦 如果不是真的热爱这团体 那是不会这样说的 堪称名言 哦 不是你这是喜欢这句话吧 哦 突然觉得他的反缝 我刚刚看到前面的时候 我以为会跟那个什么 我昨天没有念书啦 真的那种感觉很像 原来是在讲直播这些事情 哦 还在讲粉丝心态 粉丝心态 笑了笑了 这个有趣耶 所以大家在那个直播的时候 都会就是默默不吭声 然后等到那个直播的人说 要关的时候 说我才刚来啊 可不可以再延期这样子吗 就跟那个上个 喜欢这句名言的 Betty Aya一样 听到我要念榜咯 就会有粉丝说 我才刚来 这两个可以并在一起使用 酷尾酷尾 原来如此 大家的心态是这样子的 对 感觉他是喜欢这句耶 不知道为什么 他一定也讲过这句话 你不是不喜欢吗 你只是觉得 大家怎么都 拐着弯讲话 理解理解 好 接下来是刚刚 他说 听到能者多劳 真的会让人生气 然后因为一般都只有 能者过劳 这种情况 真的 真的 有懂有懂 有时候 你心里 躺平的过人生就好 我干嘛还要站起来呢 跪下都不想了 然后结果 超忙 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真的是很好笑耶 那你是不是自己选的 不是 有这种东西是你 看不下去 忍不住 你就是还是会去做 所以 没有拿刀拿枪逼我 但是你就是会觉得 哦 别人就算别人叫我不要做 我还是觉得 应该要去弄一下 弄一下 顾一下 顾一下 其实没有人叫我弄啦 对啊 都是我自己最有应得啦 哈哈哈哈 好害怕笑死耶 好啦 你以后真的不要这样啦 放轻松 但我觉得我很难耶 自己 自己的事情 我可能也会弄得很久 但我真的是会 很替你担心耶 没事啦 就管自己的事情 中必管别人都好 就自己的话 就觉得 哦 自己选的啊 帮自己 但帮别人的话 就觉得 我干嘛 忙完之后 我干嘛 算了 反正都帮了 就这样吧 我自己的话 我应该 不是说不喜欢 我是会很害怕 听到朋友说 我只想赢 或者是认真就输了 这一类的话 我就会觉得 他很辛苦 因为很多事情 不是用输赢来 评断的吧 对不对 对不是 有很多那种 赢了面子 输了理直的案例 也是蛮多的啊 蛮多的 对啊 认输也是一种美德啊 而且我也希望 琪琪 不是永远充满勇气 勇往直前的啊 哈哈哈哈 我也是有时候会耍废啊 对啊 累了就要休息 而且停下脚步 会发现更好的方向 说不定 没错 我再分享一句就是 我喜欢的话 我前阵子也有在我的IG上分享 好 但这个其实就是 三个字而已 就是还活着 听起来很好笑 就是这种最低乐观的 去看待这个世界 就哦 我还活着啊 嗯 我有一阵子啊 就是可能很累 嗯 正在整理情绪 然后要宣布 我要毕业 这个时候 然后可能 看起来很疲惫嘛 他说你还好吗 就会有关心我 我就跟他说还活着 然后可能东西掉了 然后砸到我的脚 他说你还好吗 还活着 很好用 这句话超级好用 没有错 什么东西都可以说还活着 妈妈说最近忙吗 嗯 还活着 真是好用 喜欢他 好用 就是我是真的觉得蛮喜欢这句话 就觉得哇 他可以因应所有的东西 就是他并不是很棒 但他也并不是不好 对啊 他就是平平的 然后还活着 会给你一种机会是 你只要活下去 你就会有机会做更多的事情 你会有很多目标 可以达成 所以活着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没错 然后也发现一件事就是 可能我之前看唐老师的形象嘛 他就是什么活心 进巨蟹 然后大家脾气都会很差 前阵子前阵子 包括我也是 那时候超级焦虑 然后又觉得很暴躁 那个时候 然后那时候就刚好 有一次取消直播 然后就身体很不舒服这样 然后突然觉得 哇 这种心理压力很大的时候 你就会影响到健康 然后你就要更照顾自己的身心 你的所有方面 所以我觉得 有些名言家句啊 它是可以帮助你到更好的地方 例如还活着 或者是能者过劳这样 这个厌世想法 就可以耍废一阵子 然后让自己好好的休息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 存一些名言家句 然后放在自己的心里 然后有一天 回头再看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笑一下 当时好像经历过某些事情 所以特别喜欢这一句话 那你有不喜欢的吗 有啊 就是能者多劳 因为我太常听到这句话 会让我觉得很怒 很怒 好啦 我说为什么都不做这样 但我还是会去做 希望七七可以多为自己想一点 有啊有啊 要渐渐把重心转移到自己 但团体还是会顾这样 能帮的 就是我的想法是 我现在能帮的我就帮 然后我毕业之后 如果还是有我能做的事情 我还是会愿意去做 但是就是尽我所能去做咯 就这样 我们先把自己顾好 没错 对 感谢大家的投稿 今天非常开心 可以聊这种名言 觉得好像又有动力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请大家继续投稿哦 那节目最后要跟大家说晚安咯 我是妮妮 我是七七 我们下次见咯 Janney 拜拜 拜拜